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才可以放心 然後去失控的去做一些整件事 我去撿一些落葉 然後塞我鼻孔啊什麼的 就是在那邊鬧葉子的嗎 你不記得嗎 你有去拿葉子 然後在那邊弄鼻子還是 我有做這麼過分的事情喔 有 大家好 我謝謝 我是Saila 有沒有最喜歡哪一場戲 有一場要解釋好不好 在KD影片就是鬧大家 然後就是大鬧一半的時候 然後把它抗出去 哪一場 那那場戲好拍嗎 好像沒有一場是好拍 我記得其實不好拍 但是也沒有說到特別的 辛苦 負荷範圍 對我來說印象很深刻 可是因為題材的關係 所以找的場地 也都很特別 都是以往比較沒有去接觸過的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們去那個 廢棄工廠 對 廢棄車 車廠 車廠我沒有去過 然後在那邊也是拍了整整 POP 都停亮了 都停亮了 有 我們在等那個車子掉下來 最後最後最後 對 我覺得那個是很難得的經驗 然後還有去 金融賓銀館 然後後面就早期 有時候很表面規劃 大家就自己停障 很多的文詞 墓圓 然後就在那邊 對 我覺得那個也是 難忘嘛 那最累的一場戲 會是哪一場 沒有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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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場不累 沒有一場不累 什麼原因 因為那時候 我們劇本沒有全收到 像我只有收入2跟7嘛 所以你如果單看一集一集 雖然它都是單一個故事的個體 但是如果你單看一集一集的話 好像還是沒有辦法去瞭解 導演真正想要表達是什麼 所以我會有一點卡住 我會想說 為什麼我會在這一集 然後也會在那一集出現 可是我的名字是不一樣的 然後那時候 見了導演之後 導演說就講說 反正我們這個就是黑色的關火 不用去想它邏輯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 那應該會蠻好玩的吧 可以聊聊就是 對彼此的第一印象嗎 應該很久耶 那是八年嗎 幾年還八年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我年紀很小 當初合作的時候 就覺得很清純 很保養一下 很想起來 對 現在合作的話就覺得 它給我的東西 它的感情的整個狀態 它給出來的東西 甚至一些即興的東西 我都可以覺得很舒服 然後那種飽滿的狀態 我覺得很好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才可以放心 然後去失控的 去做一些真心的 我去撿一些落葉 然後塞我鼻孔啊什麼的 就是在那邊鬧葉子 你不記得嗎 你不記得嗎 你有去拿葉子 然後在那邊弄我鼻子還是 我有做這麼過分的事情喔 有 我真的完全忘記 對如果是不太熟 因為依照我的死個性 應該是不太敢 對 很批 對 現在連回想起來 那整個過程都是很自在 然後很舒服 然後也同時可以接受導演的指定 就是她的妖心 可以清楚做到給她 大概就是學了多久 我們那時候開拍之前 將近要兩個月了 我們那時候看影片 我覺得有一點嚇到 可能我們的老師嘛 他們那個團是要下腰了 下腰之後要倒著 然後嘴巴要去搖 錢 我想說哇賽 很像有一個字給我們嗎 可是我們沒有啦 沒有沒有 因為那個我們可能兩個月都練不成 聽起來好像大法師在看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傳統的文書 對 我覺得這個很難得 很難得可以因為這一次拍攝 然後去學 雖然我們 我們的舞步變得就是更簡單 但其實那個該有的態度還是有 自己是協調的嗎 不協調 所以光一個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練了之後 想說這怎麼有點像 方塊布的那個步伐 然後要帶著那個手拿的想法 這樣子 就是還是學了好一回 都有難的地方 但我比較喜歡現代 因為現代我感覺學了之後 比較實用 對 好像可以放在任何表演上面 那是你為了這次的角色 有做什麼其他的角色準備功課嗎 沒有特別 但就是心理壓力比較大 我記得有時候我在問道映 關於豐明的那個角色 可是因為跟我自己的個性 實在落差有一點遠 然後我會一直很擔心 就問他說 繼續往那個方向嗎 然後他可以問自己 所以你就越往你 越不習慣 跟越討人家的方向去 對 可是我自己就很 很憤怯 心裡會一直這樣 就是大家講 這樣好不好 那可以 拍攝的期間 會一直有這個聲音 現在結束 回頭來 可以跳出來看 我真的覺得 要是我平常的舞 我也會 蠻討厭 鴻魚陌魚的 你最討厭他哪一點 每一點啊 不自以為是 不尊重人 不尊重人 不成熟啊 可是他那個階段 跟他的成長背景 還有他的那個樣子 可以理解 會遠離 這個什麼 我可能就遠離 那樣子的人 可是鴻魚龍就是 就是那種人 就是那種人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好不舒服 我一直做一些 平常我不會做的事情 因為劇中 兩人就是玩了 不該玩的遊戲 那就是 真實生活中 有做過類似的 大冒險的經驗嗎 有 可是就是 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吃吃喝喝的時候 就是這個小遊戲 沒有玩到那麼大的 我真的去 墓園 對 我啦 我自己沒有搞的那樣子 可能也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又玩遊戲輸了 穿著很奇怪的服裝 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其實就這樣 當演員 當演員 嗯 可能以前我媽媽 就是可能在 稍長那種 他們都會覺得 當演員 有一點偏就是可能 他們不知道這個其實是一個專業 因為如果跟 如果以正常上滿足來講的話 當演員其實是一個 怎麼講的 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當演員很叛逆 我就覺得當演員很叛逆 當演員很適合他 就是因為會把它 push到他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狀態 因為不然平常私底下 他實在是太軟爛了 就是太爛了 當接到演員 然後 接到角色 接到功課的時候 他就會 那個東西反而可以幫他 push自己在一個 一個 一個比較好狀態 但我回答跟他講 他剛剛講的東西 一個都有 我爸好像是 比較保守一點 他們會覺得這個是偏模 不落在他們所謂的 正業的範疇裡面 但是現在我還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應該是 還要 你做不懂嗎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可能因為開戲 才會去學一些新東西 就對了 對 可是就是平常如果有什麼興趣 有興趣的話 還是會去結束 嗯 只是當演員 可以結束的東西更多 嗯 我是覺得很過敏 因為角色的設定 跟他們看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是 跟他對他等待一場 集會而已 然後在開拍之前 我跟他跟導演 聊了一下關於戲 然後關於一些設定 技術上的細節這樣 我自己覺得很享受 可惜了點 篇幅有點短 不過你 我就是 認真成就結束 呵呵 因為我跟張姐也是 就只有一天的戲 剛開始很緊張 因為我很害怕會 耽誤到他的時間 可是其實 就是跟張姐 那時候我們在走戲的時候 那就是會讓人有一種很 很舒服的感覺 你會很放心的 完完全全交給他 就是你真的不用想太多 也不用去想 我待會要怎麼演 他丟給你的東西 你就很自然的可以接受 然後去面對 我覺得這個是 很難可以遇到這樣的前輩 然後也希望自己未來 可以朝他這個方向發展 嗯 就是之前有那個影評點 聽你說是 張賴家跟周迅的綜合題 哇 哇 我怎麼沒有聽過這個 因為那是蠻久前的啦 很久很久之前 原來我這麼戲劇 我怎麼都不知道啊 我真是人 在服就不去服啊 謝謝你貼心我 很久前很久 那就是因為 以前有人這樣講 所以就是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看張姐的戲 後來長大之後 人家這樣講 所以就 把張姐當作是一個偶像的那個 所以這一次 就是 知道要跟他對戲 我覺得很可憐 真的開心 會壓力很大嗎 有啊 就是前一晚壓力超大 但就是到你排戲的那一刻 就完全能放棄 他不會讓你覺得 他是一個 那麼高地位的人 他會很自在的跟你聊天 然後 我怕他是刻意想要讓 我們這些晚輩 比較輕鬆 還是他本身個性就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對我們來說都是好的 那個狀態都是好的 嗯 那因為這部戲就是 把人生濃縮成七天嘛 那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你是想要精彩的度過七天 還是平平淡淡的過完七十年 我要平淡的七十年 我可以在平淡中找一些不平淡嗎 可是我重點會落在時間內 我七十年好久喔 那我應該選精彩的事業 我七十年太久了 我 對 那平常兩人會看農民力超日子嗎 我自己不會 但是 家裡會 對 爸媽那邊會 我好像是要做一些比較 譬如說搬家啊 或是一些比較大事 我會稍微 上網查一下農民力 如果他寫記 我可能就 就會避開一下 對我來說最 對 兩成即時的時期就是 我覺得是每一個時刻 你總是會在最 對的時間 遇見 對的事 就算是 如果你現在很痛 你現在經歷一些 比較不舒服的過程 那也是你的兩成即時 對我來說想 我自己的話 我不會把它解讀成 時間上我可能自己會覺得 比較是心態上的 怎麼去面對 很多你不可控的狀況 都一直在發生的樣子 以前都會 比較大的情緒反應 但現在會覺得 所謂兩成即時 那種狀態 那種心態 怎麼樣讓自己 調整成功 這些都是好的安排 就算現在發生 這個不好的事情 怎麼再更大的框架下去 看待那些事情 對我來說 兩成即時是 比較大的狀態 兩成即時是現在 大家在市面上 比較少接觸到的 戲劇類型 那希望透過這樣子 不一樣的 新的嘗試 然後還有導演 巧妙的安排 然後大家可以 成立在兩成即時 這個宇宙裡面 然後3月27號 晚上9點鐘 在Cashford Plus 然後HPU 還有HPU GO 希望大家有喜歡 在Cashford 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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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